7月3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向两名内战时期牺牲的士兵 追授了荣誉勋章 他们的后代参加了追授仪式 1862年4月12日 菲利普·沙德拉克和乔治·威尔逊 参与了被称为大火车追逐的任务 也被称作安德鲁斯突袭 策划者詹姆斯·安德鲁斯带领22名北方士兵 扮成平民深入南方帮连后方 结识了佐治亚州的一列火车 并向北行驶了87英里 摧毁了沿途的基础设施 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早的特种部队任务之一 之后6名参与该任务的人获得了荣誉勋章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又有13人获得认可 但沙德拉克和威尔逊被捕后 在南方被以间谍罪绞死 直到2008年才获得承认 拜登称赞他们捍卫了美国及其立国价值观